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一些beginner friendly 就是初学者合适的一些语料 就我为什么说是语料呢 因为语料跟教材是有区别的 首先语料是一个language material 它是母语者或者是非母语者都可以看的 就是初学者或者说advanced learner都可以看的 只不过说一般的教材它会偏简单一点 然后它为了要弥补就是初学者很多不懂的地方 所以它会一直就重复一些很简单的概念 或者说分好几节课来说一个简单的概念 或者一个复杂的概念 但看英文语料就跟学游泳一样 如果你一直都是在看教材 你一直都是在潜水区里面游泳 然后你没有去看真实英语世界的语料 比如说看一些原著或者说看一些美剧 就是结合一些工具结合一些词典来看 这些母语者他本身会看的语料 就像你学游泳的时候不去深水区里面感受一下 或者不去大海里面感受一下 最终学到的英文还是很冰山一角的 就是你学的还是偏简单和真实世界的这种英文交流 或者说阅读衔接不上 所以它还是不真实的 所以我对任何阶段的学生 不管你是初学这个也好还是有一定基础也好 我都是说要学语料 也就是说你适当的要搭配这个教材和真实世界的这个英语语料 然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选择这些材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你不喜欢我提出来的材料 你也可以根据我这个选择的原则去市面上看 就是按照我的这个选择方式来去市面上看 适合你的你比较喜欢的 第一这些材料 我列出来这些材料 全部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3000 也就是第一个指标 就是学外语的时候 第一个指标超出3000的 超出这个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3000范围的 就没有必要看 或者大部分都超出的 所以比如说像权力的游戏或者说哈利波特 这些不关是超纲的 有很多是超纲的 还有就是它的词汇都是比较虚拟的 或者说比较虚构的 所以日常生活中可能根本就不会用到那些单词 所以你如果花很多精力去看这一类虚构类的原著 或者是电视电影节目的话 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用英语的时候还是会缺很大节 像《老友记》《摩登家庭》这种很日常对话的 然后又是情景喜剧 就是剧情没有变化太多 每一集跟每一集没有什么剧情的进展 基本上情景都是一样的 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喜剧 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语料选择的另外一个标准 就是你要根据 OK我是学美式英语还是学英式英语来选择 至少在我那个时代 大家都很着迷于新概念语一新概念语二 但是很很少人会知道 OK这个美式英语跟英式英语差别还是很多的 所以新概念英语一二里面学到的英式英语的表达 拼写什么的 在我们看美剧的时候会很少见到 所以记住要么选美式要么选英式的language material 第三个选择就是你会发现我所有的这些材料 它都是有文字版也有语音版的 比如说美剧它的文字版就存在于它这个英文字幕对吧 你一定要找一个中英字幕都有的美剧 不然你看美剧就是看它的剧情对吧 如果你只看中文字幕你根本就听不到它的英文在讲什么 这个文字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阶段已经看了非常多的书 然后听了非常多预料的人 就算是我这样的程度 有的时候听稍微难一点的lecture 比如说会稍微难一点的talk 比如说谈一些我不熟悉的一些学科的话 偶尔会听到一些没有学过的这种学术单词 那更不要说我当时刚开始听的时候 我是不能够脱离于文字 就是盲听纯听语音对你的英语帮助是非常小的 而且没有意义 真的我之前做过一个经典的视频里面讲到 听不懂不光是耳朵的问题 就跟根本就跟耳朵没有关系 是跟你自己的发音 还有你对这个单词的熟悉度 你这个单词如果在纸面上写了 你又没有认识过 然后你知不知道这个句子断句在哪里 就是既考验到你的单词量 单词之量又考验到你的语法熟悉度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一类的语言材料就是教材 然后有一个美语教材叫走遍美国 就非常适合就是平时来看美剧的人去看 就它没有像美剧那样那么快 句子比较短 单词会更简单一点 而且因为它是一个教材 它会着重讲它的知识点 其实美国或者英国还有很多出版社 它有一些就是传英文的 就是很多ESL学生语言般的这些教材 有一个叫Cutting Edge 这个呢我觉得大家看看就好 因为它我下一个视频会讲 为什么很多再好的教科书也只是教科书而已 就是它还是有很多的这种限制也好 或者说flaws也好 如果大家已经选定了是要看美式英语 要学美式英语的话 就看走遍美国好了 就是挑一个美语教材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教材很枯燥 你就搭配着或者直接就看老友集 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的合适的美剧有几个 老友集摩登家庭 包括类似的听情喜剧 还有什么老爸老妈浪漫师 还有什么how I met your mother and yeah there's a couple sitcoms out there they're perfectly fine but you do have to pay attention like some words are definitely out of the range 就是有一些超纲的单词 或者说有一些是很不守规则的一些礼语啊 口头表达这些先不要去管它 你就学中规中矩的 先学有规律的东西 有规律的单词 有规律的语法现象 然后剩下有时间的时候 或者说你等级已经到那个时候 你再去学一些例外的东西 第三类就是最多人忽略的一类 就是原著或者说杂志 其实原著会比杂志更好一点 为什么我来讲哈 就一般来说原著你这个 虽然它列数特别多 但是都是同一个作者写的 所以他会经常用同样的词 比如说你看一百页的时候 他可能同一个词会出现个五十次这样子 有些夸张 但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你习惯一个作者的用词的时候 你自己慢慢也会 第一认识这个单词 第二你自己用词的时候 也会像他一样学 我们学自己母语的时候 都是先学爸爸妈妈说话的方式 所以看书如果只看一个作者的话 有它的优势 但是如果你都只看一个难度 或者说一个作者 或者说一种类型的作者 一种类型的书的话 长时间你的单词量 就会一直在一个 highest的状态 就不会有太多提升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杂志的用途了 但是如果你太早 就马上看一些报刊杂志的话 因为他作者都不一样 而且他话题有的时候不同 所以这个用词范围比较没有规律 推荐初学者看的原著 第一这个是我之前一直推荐的 就是富爸爸穷爸爸 第一我本身喜欢这种关于讲财商的书 第二它是一个比较叙述 就虽然不是一个虚构类的书 但是它是讲故事的方式 所以它单词会比较简大 而且它像是一个人在跟你讲话的这种语气 所以用词甚至是很口头性的 所以非常适合初学者 单词都在3000以内 那最近还有 我认识了一些新的原著 我觉得也很适合初学者的 就是一个是 Read this for inspiration 它是由单个的essay 单独几篇几篇essay 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它没有一个连换性 有点像是 你每页都是看新的一个话题 但是它是同一个作者写的 所以它的用词都是在一个范围内的 所以比较适合初学者 而且我觉得这个 它讲的这个话题 所有的这些topics都 我自己都很受用 所以你又学了英语 又学了人生知识 然后还有一本书 是我以前也看过的 然后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这个小说 虽然是小说 但是它是以这种写日记的方式 这个名字叫 The Diary of a Wimpy Kid 它是以日记的模式来 编写这个小朋友所处的事情 而且好像它被拍 至少第一本被拍成了一个电影 所以你可以结合电影来看这本书 觉得就更有意思 然后如果你这两本书都不感兴趣的话 还是一样 刚才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则 3000不要超纲 或者说不要超纲太多 带着这个3000的这个范围 你去那种电子书下载的网站 或者说去书店的时候翻一翻 看看你喜欢哪样的topic的书 然后这个书有没有超纲太多 那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你选定你想要看 你想要学习什么language material 之后要做的什么 第一个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程度 还是需要教材的话 千万千万要关注有哪一些语法现象 或者说语音现象 是这个教材里面 要么没有提到没有深讲 要么就是他讲的你还是半懂不懂的 这种情况你一定要结合辅助的网课 或者辅助的老师 我就有出一个关于基础语法 基础发音的一个网课 叫入门之摔门 哪怕是我一对一的学生 我也会给他们布置就是说看网课 或者说学习网课里面的一些练习的这个作业 因为有很多教材 他只要是一个教材 就没有办法预估这个学生 目前情况在哪里 所以他不知道你到底他讲这些知识点 你有没有学过 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是假设你都学过的 所以他进度会过分的快 对吧 尤其是我觉得联读的时候 遇到一个联读现象的时候 你就应该放慢速度来专门讲 就是如果你学了一两课 发现这里面有很多语法现象 是我真的没有接触过 你就要放慢速度去请教一个老师 或者说去自学网课 就结合你自己的情况 但是语法和语音两个一样 他都是一个就是可以封顶的一个元素 就是英语或者说任何一个语言 他就只有三个元素而已 语音语法词汇量 对吧 词汇量是没有封顶的 就是我到现在为止 都还会遇到生词 虽然未必会影响我整体的阅读 理解 但是还是会遇到生词 还是有很多单词值得我去学 对吧 但是语音语法 我早就已经毕业了 对吧 而且我就比较建议我的学生 尽快的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语音语法所有的规则都搞定 可能要重复练习好几次 而且如果你原先学了很多错误的发音的话 你周正是需要花一定时间的 但是这个时间绝对是值得花的 语音语法就那些规则 但是这个规则 它会不断地出现在不同的单词里面 或者不断地出现在阅读材料里面 所以你如果这一次不搞定的话 你下一次读不一样的文章 或者说读不一样单词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问题 所以 might as well get it over with and then another principle is to be consistent 就是一定要保持啊 不要今天三天打一两天晒网 就是你可以搭配不同的语料 你可以就是说我今天教材学腻了 我换一个语料 但是你不要就是说我今天看老友记 然后明天我看BBC right? 首先它是一个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 这个差别很大的 第二呢它是一个口头性交流的语言 和一个非常正式提前有打好稿子的一个这种语料 所以你这个跨越太大 there is no consistency the harder you try the less progress you make consistency很重要啊 而且就是如果你比较懒 就是不想动脑的话 我觉得教材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今天学完一课明天可以学第二课 像我有一段时间就 为了要提高我自己的表达能力 还有我的写作能力的话 我就一直背 心肝点语三心肝点语四 有一段时间就是一课接着一课 一个接着一课 我觉得consistency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不用去想我明天要学什么 so that's another principle 如果你有觉得很适合初学者看的语料 或者说你自己学到很多的这个语料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或者说如果你有辅助这些语料 比如说辅助教科书的一些工具书 或者一些工具app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so we can all learn together alright guys leave me a like if you found this video helpful and definitely go check out those materials definitely download the apps and download all the ebooks just so you can get an idea of what they're like just so you can decide if you like them or not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